世界万象来关心 德国42岁男护理师赫格尔 被指控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 注射药物杀死了100名病患 被认为是二战以来 德国杀害最多人的连续杀人犯 当地法院6号判定其中15条谋杀罪 证据不足 裁定他谋杀85人判处终身检警 德国男护理师赫格尔 被认为是二战之后 在德国杀害最多人的连续杀人犯 遭检方以100条谋杀罪名起诉 法官6号认定其中85项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42岁的赫格尔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 随机给病患注射药物 造成他们心脏停滞 再把病死的病患抢救回来 来获得刺激和虚荣感 玩弄人命的行径导致上百人死亡 赫格尔的同事察觉意状通报主管 却没有人报警 赫格尔只是被调到其他病房 一直到死亡人数多达36人才被开除 但他竟然还拿到院方的推荐信 到另一间医院估计重施 又在杀害了64人才终于被逮捕 警方怀疑真正的受害人数 恐怕高达200人 医院记录显示 赫格尔值班的时候 病人的死亡率超出平均的一倍 对于当初视而不见的诊所主管跟员工 德国司法人员也将继续侦办 也不就被认识